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大盘跌了267点 老师你说8月4号那个低点不是破了吗 今天破了怎么办 大盘不是反弹的趋势 今天因为前波低点 结束了 该怎么看 今天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就跟大家分享 今天台北股市为什么会中错 因为这个 日记可能写错了 这个 摩根大老公看台积电 消息出来了 其实今天早上 说台积电要关闭四台的EUV 可能因为对美国 对中国大陆晶片的禁令 需求减弱了四大客户砍单 还有这里 重点是这里 部分原因可能是计划好的设备升等 到底是设备升等还是大户砍单 然后还有这个 维持优于大盘的平等 目标价700亿不变 请问今天台积电跌了多少 台积电今天跌了16块半 今天大盘跌了265点 台积电一档就跌了140点 等于说今天台北股市一半的 超过一半的跌幅 都是台积电的贡献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这里吧 大盘 老师你说这个前波低点不能破 今天破了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今天直接跳空 今天的开盘几乎就在这里 开盘开低走低最低来到14410 这是我离开办公室前 好像今天最低是14397 14400都跌破了 收在 刚好收在14410 最低不是14410 最低是14397 哎呦 那我个人看法 因为也有媒体传说 尤其是设备厂说 EUV这个所谓的停机四台 会不会是 这边写的 设备升等 老师那不是四大客户砍单吗 社会怎么 那个设备怎么升等 其实设备升等 设备升等还可以增加产能 大概预估18% 就换掉一台升等之后 四台换掉 可以增加产能 18% 可是客户砍单 我们这样说吧 这里提到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晶片禁运 其实是在4月4号吧 对不对 其实在8月底 8月底 当时的NVD和什么 超维和灰达 不是被禁运吗 重点来了 后来出现了 给予缓冲期 明年3月和9月 所以本来是一年的金鱼造成 AMD和NVD的重挫 因为大陆不能消大陆 可是考虑到产业的状况 所以拜登又在8月底的时候 9月1号 说那这样子 这样的好吧 给你半年和一年的缓冲期 你这样说 如果你是大陆的厂商 我需求这样的晶片 但是半年后 美国不能进 一年后 香港那边也不能进来 香港那会达不能进来 那我是不是要再把握这半年 一年 赶快 敦回 不然 我一年之后 我需求的晶片 没办法供应 我的东西都不能生产了 不是吗 对不对 你会不会敦货 会不会下集单 我赶快 把这三年的货一次订满 会不会 应该会吧 而且 MD和NVD 占台积电的产能 大概10% 10%以上 也就是说这10%的 在客户这单子 会不会因为 这个苏美的禁令 苏大陆的禁令 对不对 然后大陆的厂商 积极采购 在最近这半年一年 所以我认为台积电 不是客户砍单 应该是后面的订单 做爆了 所以这个到底利空 还是利多 这个摩根大通 到底是放这个消息室 来吃货 还是真的在砍 那当我来节目之前 我刚看到媒体 新闻报道说台积电 有出来澄清 是提升设备 不是要砍单 不是停产 好 当然我目前还没看到 网络上的新闻 到底是不是台积电 真的有出来澄清 一般来说 大概公司不太会来 大概都不置可否 不会说你讲的是骗人的 你讲的是假的 一般不会说 不置可否 到底台积电 是不是有真的出来澄清 我不知道 那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认为下午的台子 期货夜盘可能要喷上去了 因为今天有一半跌幅 是台积电贡献的 那如果真的台积电 出来澄清的话 可能下午的 期货电子盘 可能就要涨100点以上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在上上礼拜一 现在已经是礼拜三了 上上礼拜一 大盘刚开始回答 哪一天这天 建议各位要避开 避开全资股 所以结果全资股真的在跌 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今天 这也破了 一路跌跌到今天 我今天要跟各位说 你不要再杀了 老师你有点奇怪 这个地方大家好害怕 你又叫人家不要卖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你没感觉的时候 我建议你要赶快跑 尤其是全资股大型股 对不对 指数就要回档了 那已经回了 这里一千点了 对不对 这里已经跌了 一万四千四都破 这里一万五千四百多 这里一万四千四 这里已经跌超过一千点了 跌了一千点了 跟各位说不要再砍了 请记住我的话 不要再砍了 为什么 其实 当然 你说老师这波 这个低点破了 那大盘不是要整理了吗 对 就很明显 他就是要整理了 因为 本来集中市场就比较弱 他季线就没站上 你看OTC就不一样 OTC 其实今天也跌 但今天OTC收缴收得比较长 集中市场几乎收最低 OTC没有 OTC有收缴 这个季线也守住了 前波高点 这个W底的景线 对不对 突破回撤 185.47 今天最低是187.14 也还没来 回撤 这个景线的位置 刚好在季线附近 所以即使明天 可能还有节前卖压 不过我觉得 节前卖压 大概今天也宣洩得差不多了 这是我的看法 如果明天还有低点 真的不要再卖了 是应该要站在买方了 为什么 因为OTC的季线扣底 在6月16号 我昨天有提到 要跟前一天比 今天的收盘 要跟扣底讯号的前一天 这里来比 所以当然这里还比较低 对不对 那明天呢 明天跟这里来比 明天的扣底跑到这里来 但是跟这里比 明天是礼拜四 然后中秋节回来跟这里比 这是下礼拜一 下礼拜二跟这一根 跟这一根长黑来比 那这根长黑 今天的收盘来看 这比这里高 所以未来礼拜四就是明天 还有下礼拜一 只要收在这个附近 季线因为扣到这一根长黑 季线就翻阳了 OTC的季线就翻阳助长 当然下礼拜二会翻阳 下礼拜三可能又下来 但是下礼拜四 这里都是低点 所以大概 OTC的季线翻阳 其实是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所以各位 你就不要在恐慌的时候 又开始乱砍股票 今天看到台积线这样跌 哎呦完蛋了 大盘跌了200多点 几乎收最低 有没有 真的几乎收最低 老师你讲那低点破掉 完蛋了没救了 这里提醒大家 到现在已经跌1000点了 散过这一段 其实这一段 不是一直跟各位说 你要留一些现金 至少卖三分之一 卖一半的股票 因为这样子 手上不就有现金了吗 你就有活水了 等到低档大盘跌下来 低档出现转折的时候 再出手不就对了吗 你散过这个1000点 有些股票如果你在这里卖 这里买回来 价差不少 对不对 所以我说有些时候 做做价差也是一个方法 也可以帮你解套 因为有些股票 大盘从高档拉回来这么深 你要再回到你原来套牢的位置 真的不容易 除非大盘又涨到18000 18000对不对 你认为大盘有这么容易 有机会吗 马上就能去涨到18000吗 所以他这样来来回 这里反弹了个1500点 你不走 不走这里又跌1000点 哎哟真的 是不是 现在想想 我当时跟各位说的 你不要到时候白反弹了 这里弹了1500点 你不走 又跌1000点下来 很多股票也是这样子 反弹上去两成你不出 现在又回到原点 搞不好还破新低 那不是白反弹了吗 对不对 你来回做几次 其实也是可以解套 所以用来回操作的方法 因为大盘就是一个整理 除了OTC 目前还在多头之外 加减指数 集中市场就是一个整理盘 那在整理盘的时候 你的做法 真的只能用高出低进 对不对 因为它不是个波段行情 你不要期待多 如果说这指数有一个大波段 就像我昨天说的 明明是整理盘 很多人就用波段操作的方式来做 我就放着 总要赚钱财出 你可能抱了一年都没赚钱 对不对 那明明是波段的走势 你却用整理盘来操作 来来回回做 往上出 出完再出 继续涨没了 下不来了 所以经常是波段走势 当着区间来做 那区间走势当波段来做 我讲了有没有 对不对 很多投资朋友都是这样 那很简单 老师那我怎么去判断 趋势还是区间 是波段还是区间 不知道 看了系统 跟了系统的讯号来做 系统出现讯号的股票 就比较容易 有机会形成波段 你就照着讯号来操作就对了 所以刚才我刚提到的 高档建议各位卖 建议各位做价差 你没做的 大盘回了1000点 今天台积电重挫 前波低点也破了 建议各位不要再卖了 高档没卖了 跌了1000点就不用再卖了 找反弹的机会 那昨天在大事业话跟大家分享 昨天不是很多股票重挫吗 那我特别在大事业话里面有提到 你看外头分比的前15名平均跌2.7% 其实跌蛮惨 可是我在大事业话特别提到 这些想要吃法兰豆腐的股票 有的是空头走势 有的是弱势 真正的强势是 你要多头走势 而且要站在十日均线之上 其实大概只有五党 例如说志勤 宏毅 长盛 耀华 永日 各位可以把这五党的K线 打出来看一看 他就是多头走势 然后股价在大盘这几天 一不断拉回之下 还在十日均线之上的超强势股票 像这种股票反而套牢的 拉回来你可以站在买方 而不是 例如说这种1760 1760 打不出来吗 来 不好意思 我再来一下 这里1760 这档是保龄附警 对不对 他是不是出现做空讯 老师昨天 外头本比第一名 买了5% 收最低 收跌厅 老师 这个可不可以吃豆腐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大事业化 特别说 像这种 有没有 他昨天是不是长黑破十字均线 这条十字均线 长黑破十字均线 即使法然大买 这种股票也不能买 系统是不是有做空讯号 就按照系统做空讯号来做 好 这样有没有一点概念 就是 虽然法然大买 老师法然不是买第一名吗 第一名 今天 你买进去还继续黑 对 他虽然套牢 对 昨天跌停 跌9% 那外资不管怎么买 他都套牢 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想要吃豆腐 这种股票不能吃豆腐 第一个 他有做空讯号 至少 如果你没有我们软体 你可以判断 他其实是跌破十字均线 这里的拉回 这里在十字均线之上 这里的拉回都可以买 这里破了十字均线之后 他就不属于强势股的 这就不要买 你看保利附近 这个做空讯号 这个做空讯号是本帅 这里做多 这里卖掉做空 这里做多 这里卖掉做空 这里卖掉做空 这里做多 这里平仓没有做空 你不是照着讯号做就好了吗 有没有 买进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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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么用功吗 系统带回去看就懂了 对不对 如果你用这筹码表格 你搞不好还会去买保林附近 对不对 你肯定去买他 是不是 那你有了这个系统 你会买他吗 就不会 懂了没有 所以 一样你看我们筹码表格 一样用功 但是你要有点美感 所以我特别昨天 为什么列出来 强调多头线型 你即使你要吃凡豆腐 你还是要选择多头的 而且要选择超强的 要站在十字均线之上 因为我知道保林附近第一名 你会想要去买 我特别写 这样了解意思 所以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 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At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好朋友 那怎么样看到大世界话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师的LiteAt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K线图 我的大世界话 我们的筹码表格 刚刚各位看到筹码表格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昨天大世界话 虽然没有把刚才给各位看的 志秦 弘毅 这些五党 特别说出来 我特别说 你自己打电脑出来看看 有没有在十字均线之上 这十五党而已 打出来看一看 这样懂了吗 我希望 我在大世界话跟各位分享 你也能真正收获到 所以我不直接列股票出来 因为列股票就像我报名牌 你就知道这五党知道了 你也不会去看了 对不对 你也不会去用功一党一党 有的不一样 有的是破十字均线 还有的是空头走势 有的是多头走势 那就这五党是多头走势 我直接在节目里面说 我不在大世界话里面说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各位自己用功找一找 因为你熟悉了之后 你就会做功课 而不是每天看了这个表格 老师不晓得干嘛 这样懂了吗 那刚才给各位说 其实你看 我们在加运指数 在转折的时候 在转折的时候 对 加运指数 哪一天8月22号这天 8月22号 但是隔天 当时我说大盘要回党 全指数你要避开 隔天我们买47 4770 就这一天了 是不是 就这一天 就这一天 所以指数和个股差很多 对不对 涨到392 最高396 我们获利80块 获利80块 那这几天震荡 有没有走 还没走 还没走 哎呦 今天 撒下去又拉起来 还没走 所以你买在这里 有几十块的价差 即使它平常就要出来 你也是赚钱 所以我常跟会员说 你要做价差 趁机拉的时候出一半 另外一半 因为你赚到了 另外一半就比较 不用那么担心 你就跟他拼了 等到他破线出现平常信号 再来 到底他会找到哪里去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系统就帮你控制好 对不对 刚才各位看 保零负解释出现平常信号 1760 真的很帅 你的系统带回去 多简单 是不是 是不是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这里做多 这里做空 是不是 这里再做多 这里做多 这里都没有做空 平常 这段你就要赚比较少 这里做多 这里又做空 请问一下 信号有没有很频繁 一大堆信号 这里半年的时间 做多一趟 做多两趟 做多三趟这样而已 做空一趟 做空一趟 空的有没有跌 对不对 做多的有没有涨 有没有 有没有 就那么简单 带回去你的箭头 你的儿子 你的小朋友 甚至你的孙子 都看得懂 往上还是往下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就把最复杂的东西 弄成系统 大家最容易 一目了然的东西 的指标给各位看 就像北极星 对不对 对不对 一路追踪 来 从这里进场 昨天是不是出现 平常甚至反手做空信号 只是北极星不能支卷不能做空 没有支卷不能做空 没有支卷不能做空 可是你可以在这里买 这里卖 赚爆了对不对 还好有卖 今天变跌停 即使你昨天卖到跌停板 今天还是多一根跌停 是不是 所以这个系统你要不要 太神了吧 不是 你看保龄父亲帅不帅 帅不帅 不用我说 6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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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是不是 所以你看统星 是不是 前天平常驱号出来了 保瑞也平常驱号出来了 就照做嘛 就照做嘛 是不是 永星呢 永鑫KY 所以很简单 就跟着系统来做 永鑫昨天评装信号也出来 所以很简单 就跟着讯号做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么复杂的东西 讯号就轻轻松松很简单 所以如果各位来 没办法准时两点收看节目的话 来 订阅筹码大师YouTube官方频道 最新的市场资讯 让各位占无不胜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 订阅 点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进广告 下节目回来 欢迎再回到筹码大师 上个节目带跟大家分享 大盘今天受台积电 重挫的拖累 台积电今天影响台北股市 140点以上 真的超过一半 都是台积电压盘 今天台积电也把 大盘8月4号的低点跌破了 但是我跟各位说 从8月22号上上礼拜一 跟各位说全主要拉回 到现在大盘跌了1000点 到今天我跟各位说 不要再砍了 不要再杀了 大盘随时要反弹了 我的看法 ODC下礼拜二 季线就会止跌翻扬 刚才跟各位分享 昨天的筹码表格 真的蛮重要的 第一名叫保林副景 第二名叫逊州 老师买5% 4%这么多 可不可以买不行 保林副景有做工讯化 看到没有 所以保林副景你看 这半年来做多一趟赚钱 做空一趟赚钱 再做多一趟赚钱 这里没有空 再做多一趟 一趟 两趟 三趟 四趟 对不对 这一趟第五趟空还赚钱 你不照做就好了吗 有那么复杂吗 很简单 你看第二名叫逊州 3047 反而买第二名 他是破了十字均线 而且昨天出现平仓讯号 所以这个股票不能吃豆腐 老师反而买那么多也没有用 所以为什么 我在昨天大世界化特别说 你要看筹码表格OK 可是你仍然要做多 你一定要选择 第一个你要多头的 第二个多头里面最强了 就是要站上十字均线之上 买的第一名 买超第一名 保林副景 有没有站上十字均线 没有 而且有做空讯号 逊州也没站上十字均线 而且有平仓讯号 那这两档就不能买 第三名呢 第三名是416就可以买 都没事 他有平常讯号 没事 红K 所以 老师那系统好神 不是 你就不是 你不是就是要这种 很神的系统吗 是不是 你就看到了 这不是我变化的 不是我变的 但是它是我教的 所有的讯号都是我给的 每个人你看到了 电视上看到了 会员手上都一样 所以你唯一的选择 就把系统带回去了 来 可以看盘的专业投资人 你就把系统带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边 你看到了 真的轻轻松松 抓到转折 对不对 如果是上半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的 盘中即时讯息带到 好股票出现好 哪一点 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自负专线 跟我们自负赢家 我们明天见 其实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施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动资料仅适负摆 进场月灯 Senate後